就是视频中这个小伙子 他不仅能纵身一跃跳上九级台阶 也能飞檐走壁如履平地 什么轻功草上飞 穿杆来回跳 燕子三超水 对他来说都是一如反掌 他练就的蜻蜓点水 就连老外看了也是拍手叫绝 那么这个农村小伙 到底是怎样练成这种轻功绝技的呢 小伙王名叫小强会武术 今年32岁 来自重庆奉剑 因为从小就爱看武侠小说 小强心中一直有个功夫梦 在他12岁的时候 父母就把他送到松山少林寺学习武功 而这一学就是将近20年之久 为此他也吃尽了不少苦头 2009年学成归来后 他回到家里开办了一个武术培训班 为了深造自己的功夫 授课的同时 他也从未停止过对自己的训练 而对于他今天能拥有一身的轻功绝技 跟他平时的锻炼也是密不可分 他每天都要做爬楼梯训练 并且还要背上沙包 分别用单腿双腿冲刺的方式 去练习自己的腰部和腿部力量 为的就是把自己练成身轻如燕 剑步如飞 在长期的高强度训练下 如今他已经能轻松地做出 各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动作 蜻蜓点水 拉杆跳蜻蜓点水 踢云纵 甚至脚踩鸡蛋腾空而起 还能保持鸡蛋不破 这一项像绝技 也确实证明了小强的努力没有白费 2019年 小强把平时练功的视频 发到了网上 很快吸引了众多粉丝 有网友说 好家伙 你这腰力单身起码30年了吧 练到这种地步 这得踩坏多少个盆了 但也有网友认为 他把原视频漫放了很多倍 如果正常速度观看 没有什么特别 觉得只要稍加练习 大多数人都能做到 所以难度并不高 那么 你觉得他的轻功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这里是邱哥说往事 关注我 带你了解不一样的网红趣事